老朋友配方施小赞 最近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市井熬的视频的素材全部都丢了 所以没有办法只能重新去补拍 也就耽误了这么多时间一直在停更 不过呢就是我们这段时间还是一直有在试用产品的啊 今天也是这小半年以来 我根据这个产品的配方机理 体验感以及性价比挑选出来的一些 我觉得这次618最值得做手的六件国货单品 那么按照国际惯例啊 我依旧会给大家做好这个贴心的进度条 大家也按观点给个意见三连可好 还是老规矩按照使用顺序来 那么第一个强烈推荐入手的呢 是艾尔博士的这支结叶蜜 那么它是我去年就讲过的产品了 不用多说觉得好用的话 请直接在弹幕里面扣1 这是一款橙自味通明精华蜜质地的产品 配方方面呢非常的精简 主体的清洁机呢是两种氨基酸表活 以及一种甜菜碱表活 那么这种组合呢有着很不错的清洁力 稳定的起泡力 而且呢不会过度的脱脂 但是这种搭配其实已经非常常见了 那么这款产品呢之所以做的比别人好 还是剩在这个配方的微调上 一般来说为了减少时候的干涩 很多氨基酸洁面呢会在里面 加入润肤的油脂或者是氧粒子 那么这样呢虽然可以让这个皮肤变得柔软 但同时呢它会有比较明显的厚重跟假滑 很多人是会觉得非常不舒服的 那么相比之下呢 艾尔博士它加入的是 复合氨基酸以及专利的硅王化透明脂酸 所以呢同样是可以帮助这个皮肤维持含血率啊 增加这个水平度 但是它整体的肤感呢会显得更加的清爽舒适一些 同时呢它也不会去过度的压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洁面最重的泡沫呢 还是比较绵密紧实的 那么实话实说 这大半年呢我也是试过不少洁面了啊 但是目前而言用的最多的还是这款 包括出差也是随身携带着他们的小样 所以呢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那么关于天剑人群呢 我觉得也是全肤肢都通用的 包括斗鸡敏感肌也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容量大价格便宜 真的是可以无脑剁手的产品 接下来值得入手的第二个单品 是春日来信的新版酵母精华露 那么这个产品的配方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没有额外添加水 那么产品中的水呢 全部源自于火星原料阿里酵母发酵绿叶这个成分 那么它的总添加比例呢占到了91.7% 非常给力 不过这里呢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这里用的阿里酵母 跟亚什兰集团用的阿里酵母呢 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亚什兰用的是德国CR公司的容包物 那么主要依靠某些特定的内容性活性物来发挥作用 春日来信呢 它用的是一个韩国公司的绿叶 那么依靠的是细胞的代谢产物 所以说功能上是有所不同的啊 通常来说呢 发酵绿叶呢 好比一个杂货铺 里面有着大量的氨基酸和钢酸多糖以及微量元素 那么它对皮肤的这种调理作用呢 是一个综合性的调理 而且呢不得不说就是绿叶里面呢 还有一类特别值得关注的独特物质 有机酸 那么这些特殊的有机酸呢 会让原料同时具备一些代谢角质的作用 但是呢相比传统的果酸啊水洋酸啊 它复合的有机酸呢又要温和许多 那么像这款产品呢 虽然它的pH呢是3.9很低 而且呢它还做成了这种最容易刺激的纯水机型 但是呢我实际用下来作为清明皮的我啊 近期我也是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刺激的 所以呢它的温和性还是要好很多的 那么对于没有经验的刷三挡啊 还是建议像我一样先选择这类发酵型的产品 那么出问题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春来新的这支酵母水呢 在机理上呢我觉得更倾向油皮 因为它除了高比例的阿赖赵姆绿叶之外呢 它额外添加有3%的烟酸 用于增加基础的代谢 乳糖酸葡萄酸内脂呢增加了角质的波脱利 少量的性眼的添加呢对控油的方面呢也有所作用 所以总体而言呢产品给我的感觉呢 是一款非常适合油皮的产品 有点SKD平均的味道了 虽然呢用起来肯定是有所区别的啊 但是这个价位里面性价比已经是非常高了 所以偏油皮呢不妨入手试试看 接下来呢到了精华的环节啊 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博莱雅的双抗 那么这次新升级的双抗2.0呢 在配方上又做了很大的提升 可入手程度MAX 那么这次主要还是三个方面的优化啊 首先呢是看法化体系的强化 除开了之前的卖角流音跟瞎青素 这次呢又新增了UK134 以及新型合成看法化剂 UK134呢可以同时负责起 超氧硬粒子自由剂 以及过氧化氢的催化还原 利不除了我们呢可以高效的针对纸自由剂 虾金素呢针对单细太阳 而卖角流音呢在针对枪自由剂 以及诱导RS的二架金属的熬合上呢 有比较高效的作用 所以整体而言呢 这次抗氧化方面的通路覆盖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了啊 其次呢在抗氧化方面呢 也是有小小的改动啊 基态被替换成了稳定性更高的脱缩基态 学姐率降低 相比基态呢能够更好的保护蛋白免兽糖激化 那么在清除AG1S方面呢 依旧用的还是巴斯夫的Colapel 那么这一点呢没有什么变化啊 但是呢在抗氧跟抗糖的这种双升级下 这个新双抗的去黄改善暗沉的这个能力呢 肯定是迎来了一个大幅度提升的 另外呢除开抗氧抗糖之外呢 配方整体也是做了一些些强化微调的 比如说在保湿方面 新增了一颗多因保湿修护 那么甘油葡萄干呢增加了增皮层的工程梳力 抗氧舒缓方面呢 传瓶酸油甘蓝液海星质管枣 这些呢都能起到一定的帮助 那么抗老方面呢也是有了新增的生态 用于胶瓶再生 配合酵母提出 在延缓皮肤摔料方面呢 也会有更多的表现 新进化的油法呢依旧跟旧进化一样啊 按压释放 然后混合摇晕 料地的颜色呢跟旧版比呢 有了明显的变化啊 它的红色变得更淡了 但是也更均匀了 应该是这个虾氢素处理 或者是添加上有的变化啊 肤感整体上我觉得是有了提升的 因为相比旧款而言啊 新款的2.0用起来是更加的清爽 不粘腻 而且呢更加适合夏天来用的 那么关于推荐人群呢 基本上大部分复制都可以用 不过因为这次的活性部呢 是更加的复杂了啊 所以对于敏感肌的话 最好还是先测试一下 早C1A呢 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互服方式啊 现在很多品牌为了追求这个热点 也相继开发了不少产品了 但是有的时候啊 一些号称网A这产品呢 并非一定要晚上用的 就比如说太美时光的这款网A精华 光说产品呢 我觉得它是十分有诚意的啊 它设计了多维度的抗老 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所以呢我把它加到我这期的清单里面 那么它是一款主打超为A的产品 其中呢核心原料呢 是1%的HPR溶液 10%的波色因原料组 以及2%的可溶性蛋白多糖 HPR呢作为一个非感光的VLA成分呢 是不需要刻意在晚上用的啊 所以我刚刚也说了 这个产品你也不用 一定要死扣晚上啊 HPR的主要基因呢 是次级胶液的合成 那么波色因呢 相信我不用我多睡了啊 主要是针对细胞外机制的这个通路 至于Chimaru的可溶性蛋白多糖呢 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原料啊 它的功能呢类似EGF 但是由于它本身是一个大分子啊 更认为基理上是更轻要表层损伤的修护的 而蜜柔木呢作为改善 真皮层水分供给的存在呢 配合四叢透明酯酸 是可以负责增加表皮水润度 通路上呢更针对肝纹的处理 紫松果菊以及乳酸杆菌绿豆发酵物呢 属于抗炎维稳的原料啊 负责抗炎性老化的这个通路 还没完 像之前赫莲娜用的昂贵抗老成分 冰海拉芹也有所添加 并且0.05%也达到了奇效浓度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价位里面配方做成这样 也算是业界良性了 关于Fuggan呢 它也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就是那种质地清透 水润保湿但是不粘腻的那种感觉 淡淡的桂花香 十分的解压 那么使用的人群上呢 我觉得它是目前少有的 能够适合给清敏机用的抗老精华 然后如果你是耐瘦皮 个人认为呢 你还可以用它来搭配其他 更强力的抗老化产品 来补全整个抗老的通路 效果呢会有更好的提升 自己新颜呢也算是老朋友了啊 他们这次新出的书安系列 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那么这个系列呢 一共有两个单品 一个肌底液 一个偷霜 先说一下这个霜好了 那么它是一个葡萄干乳化体系的产品 缓湿型 主体油脂呢是绞沙丸 清浮性很好 不过呢添加比例太高也会油的 因此呢这里额外添加了木薯淀粉 在封闭锁水的同时呢 降低了整体的油腻感 而活性方面呢 主要由饭醇跟心腹仪组成 心腹仪1609呢 是德智心的一个即时舒缓性的原料 用于感觉神经方面的安抚 可以有效的减轻灼烧以及刺痛感 饭醇呢则作为一个屏障保护剂 用于减少产品以及外界的刺激 所以配合下来呢 就能够保证皮肤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 然后GDA相比面霜呢 多了一个叫腔本肌 丙鲜胺本甲酸的成分 那么这是一个燕麦中的分类物质啊 有着很好的抗阻痰效果 可以缓解肿痒等情况 那么这样呢 可以避免我们用手去抓脑 帮助皮肤稳定去过度 因此呢 在皮肤非常不稳定的时候 配合这个GDA呢 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它的霜呢 是那种正常的偏稠乳霜的质地啊 整体还是干皮 偏爱的那种滋润挂 轻微的黏 GDA是一种透明的果浆质地 敷感上会更好一些 润而且不黏 两款呢 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啊 敏感肌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现在用猛药的人真的很多 皮肤呢 非常容易不稳定 那么这种成分精简 又能够舒缓刺激产品呢 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我最近用起来 也是明显感觉到皮肤有更稳定 所以推荐给大家 那关于这个适用人群呢 而透霜的话我个人觉得 它整体还是更适合偏干一些的皮肤 或者是说偏油皮 刷酸期间用来用 才会更合适一些 好了内容差不多要结束了 那么关于本期的这些产品呢 都是我半年里面挑选出来 觉得非常值得入手的 所以我也是尽可能的去找了品牌 帮大家要了一些优惠福利 那么为了方便呢 以后的暗号我们统一都是小赞 那么大家在买东西之前呢 不妨先去发一下暗号 或许能够帮你省一些钱 那么买水果吃也很香是不是 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产品 我是配方小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